10月16号,第五届两岸关系天府论坛在四川宜宾市举行 来自两岸的台湾问题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共80人参加论坛 论坛围绕新发展格局下两岸关系发展路径与前景主题 以主题演讲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 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两岸关系天府论坛于2016年创办 为凝聚两岸学者坚持九二共识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、融合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8212年创办公表 追上岸关系组论坛 初